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VOA卫视 10月19号星期一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宝申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 定于10月26号到29号召开 除经济议题之外 主要议题可能还包括人事调整 及军队改革 习近平主政三年以后 能不能在这次全会上 打破传统人事安排常规 提拔一批自己的人马进入权力中心 另一方面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上星期正式批准拍摄 45集电视剧梁家河 在线青年习近平的奋斗和理想 而投资拍摄的 山西梁家河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也希望通过这部电视剧 打造梁家河品牌 涉足影视文学 农副特产 餐饮 宾馆 酒业香烟等行业 让梁家河品牌走出山西 走向全国 梁家河是中国造神运动的新篇章 还是商业操作的伎俩 时大家谈邀请专家 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 请评章为大家介绍 今天的重要新闻 评章 好的 谢谢宝申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药文 针对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 星期一将进一步落实 负责监督落实该项目的联合委员会 将首次举行会议 讨论双方如何履行各自的义务 伊朗以及美国 英国 中国 法国 俄罗斯 德国 以及欧盟的高层官员 星期一将在维也纳 举行会议 今年7月 在维也纳达成了有关伊朗 限制其核项目 以换取取消制裁的协议 星期日被称作实施日 双方首次正式采取 落实核协议的步骤 中国政府今天公布 2015年第三季度 经济增长率为6.9% 发展持续减缓 这也是自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来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 中国国家统计局 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 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首次降至7%以下 中国2009年第二季度的 经济增长率为6.2% 中国国家统计局说 9月份中国工业产量 仅增长5.7% 这是显示 中国经济减速的又一个迹象 由于世界市场 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 中国经济增速处于 25年来的最低点 纽约时报 星期一报道说 新疆拜承县最近发生一起 持刀者学习汉人煤矿的惨案 导致50多人丧生 纽约时报记者 发自当地的报道说 拜承县目前处于戒严状态 当局正在展开大规模的追捕 政府对有关信息严加封锁 地方官员被问及此事实 甚至会否认它的发生 报道说 一伙持刀者在深夜 首先杀死了警卫 然后袭击了在宿舍熟睡的矿工 遇难者大部分是汉人 其中至少有5名警察 另有数十人受伤 当地张贴的通缉令显示 袭击者是维吾尔人 他们似乎全部逃进了附近的 崎岖陡峭的大山里 继续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 近日 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 开展的代号为扫雷的专项行动 逮捕了四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军工单位工作人员 这项行动主要针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 围绕中国国防军工领域实施的情报窃密活动 据悉这四名嫌疑人都在同一个军工单位工作 文某是该军工单位热表车间的员工 2014年10月 他在聊QQ时 收到一个网名为H的人 发来的兼职招聘信息 要求文某提供一些和工作相关的机密材料 并承诺支付每月3200元人民币的报酬 此后文某多次向H提供包括生产军品的型号 月产量和使用的特殊材料等涉密信息 另一名在这家军工单位技术部门任职的嫌疑人王某 也是在网上找兼职的时候认识了H 王某认为自己提供的单位动态信息并不涉密 所以一直向H提供涉及定型情况 样品编号 试验节点 出现故障情况等军工信息 另外两名嫌疑人吴某和李某 在与这家间谍情报机构接触时 虽然意识到了对方可能的身份 但最终由于多种原因 接受了对方的请求 今年初中国当局因涉嫌间谍和窃取国家机密罪 逮捕了一名来自美国休斯顿的女商人 桑迪潘吉利斯 在习近平访美前夕 她的丈夫曾通过媒体呼吁释放她的妻子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表示 她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和俄罗斯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以及约旦等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 商讨重启政治解决叙利亚局势的各种途径 克里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表示 美国希望避免叙利亚彻底毁灭 而她进行会谈的唯一期望 就是有关各方都能做出努力 更好地了解各种解决途径 以及如何解决等 克里说 所有人包括俄罗斯人和伊朗人 都表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 那么我们就要努力寻找政治解决途径 她说 这是一场危及整个地区众多国家完整性的人类灾难 三个星期以来 俄罗斯为支援叙利亚政府军发动了数次空袭行动 遭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烈批评 他们称 俄罗斯军队主要是以反政府武装 而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攻击目标 克里表示 如果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撑腰 那么他们只会招致更多激进分子的反抗 克里说 反之 如果俄罗斯在那是要帮助阿萨德 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办法 并打击达伊莎和极端主义 那么就有可能采取一个非常不同的道路 达伊莎是伊斯兰国的阿拉伯文缩写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文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 定于10月26号到29号召开 除经济议题之外 主要议题可能还包括 人事调整及军队改革 习近平主政三年以后 能不能在这次全会上 打破传统人事安排常规 提拔一批自己的人马进入权力中心 为十九大组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权力系统布局 军队高级舰领中又有哪些人将进入中央军委 军队改革的路线图是否也会在这次全会中成形 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通过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 另一位是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 我们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肉线电话是400 120 0551 400 120 0551 首先请问一下 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通常五中全会都是在10月中旬举行 这次推到10月26号 有专家评论说 在根据以往的这些情况来看 如果全会提前或者推后 肯定会有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 您怎么看今年这次会议的推期 到底是由于习近平访赢 还是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人事调整 我是这样想 就是因为每一次的最近这几届 每一次的五中全会都有一些变局 那么当然这一次 也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所以有可能这个一再推迟 我觉得不是因为访赢 而是因为这个可能内部的协调还没有完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一个呢就是作为人事布局来讲 可能那个牵扯的面比较复杂 因为这个习先生想提拔的这个群 他这个所谓的叫习家军也好 叫支江新军什么敏江旧部等等等等这些吧 总之还想提拔的这个人群呢 在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比较低 有很多呢可能刚刚够到副部级 连部级 当然有一些到达部级 那么这批人如果想在十九大 这个未来的十九大 两年以后的十九大上 进入这个中央政治局可能有困难 进入中委我觉得是有可能 那么进入常委的阻力可能会更大 因为中共是一个传统上论资排辈的 这么一个组织体系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他要提拔新人 我想这中间的阻力是会存在的 另外就是所谓这个 这次这个在大阅兵时提出来的这个裁军 也就是包括军队的改革 那么这个牵扯面就更 更有些敏感 所以我想可能对于这个 传说中的一些人物 是否能够进入中央军委等等 我觉得很多说法都有一些 就是这种猜测 都有一些一厢情愿的成分 其实可能他们这些猜测 他们很多是不太了解 中共的这个决策体系 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这个 五中全会也是对 这个习先生的这个 他的权力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测试 就是他能不能够 就是打破原来的这个 这套组织体系的常规 就是超常规的来提拔 他所要提拔的人 也就是说实现这个 此前所说的这个能上能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考验 他的权力究竟有多大 这个如果说 当然这些事情啊 我们不见得在会议 刚刚结束的时候 就能够知道 可能是在会议结束之后的 一段时间 我们会逐渐看到 可能会有一些人事变动 但这些人事变动 能不能够真正的到位 这个我觉得现在还不好说 所以我个人对这个 对这次会议 抱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一个呢就是说 习先生他能不能实现 他的人事安排的这个目标 还有一点就是 未来比如说 对13.5的规划 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有很多 就是所谓中央决议的东西 在做了决议之后 都是被素质高格的 而且那个有些决议 或者这个决定等等等等 这些文本做得很好 语言也很有创意 但是呢 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 一个是被体制内部 本身的这种反作用力 就化解掉了 还有一些呢 由于领导的偏好 其实领导他 虽然有中央的决议 但是他按他的习惯思维 去做事 最后也导致 有很多的决议 其实也不能真正的实行 所以我本人对这个会议 是抱一种很谨慎的观望态度 谢谢 好 谢谢张立凡先生 何平先生 我看到有一些海外的中文媒体 在那里猜测或者说报道 这次全会有可能增设中央军委成员 甚至还有的报道说 有可能增设候补中央政治局的成员 你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这个可能性是不能完全爬除 就是因为习近平 如果他要在19大的时候 真正尽力以他为核心的 他的浙江帮也好 胡锦邦也好 能够清楚地提拔上来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正确张先生讲的 他必须打破现在的规则 如果不能打破现在的规则 那习近平就什么都不能做 不管他是往这个毛的方向走 还是往民主政治转型的方向走 那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前 我就讲了 不管习近平未来做什么事情 只要他想做事情 那么他就必须要打破现在的这种权力框架 现在的权力框架是郑小平 尤其是江泽民和胡锦涛 所建立的人事布局 因为一个所谓的中共党的领导人的形成过程 他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安排 比如先把他安排中央候补委员 然后再把他变成中央委员 然后再把他变成一个地方的居豪 或者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局管 主要的一把手 然后再提拔为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这都需要一个漫长时间的安排 所以习近平现在的所谓的政治局的班子 所谓政治局常委的班子 其实跟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 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 所以他上台以后 基本上所用的人都是一些级别比较低的 而且未必这些人有真正的管理能力 他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什么书记 一个地方的一个什么书记 或者一个部门的一个领导 小领导 一个厅局级干部或者是一个副部级干部 突然因为他跟习近平认识 习近平现在中央部委他也调不动 因为这些人到底都是江泽民的人 到底都是胡锦涛的人 都不是他安排的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熟悉的人 但是熟悉的这些人 第一个从权力的秩序来讲 他一下子没办法上升到一个决策的层次 所以习近平在搞了所谓的领导小组 把这帮浙江也好上海也好或者是福建也好 安排到领导小组里面成为一个成员 通过这样一种非常规的方式 去打破传统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的这么一种执行的机制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习近平必然走的一条路 如果习近平走不通 古中贤贿就是一个常委性的会议 那就证明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拿到了真正的权力 什么叫真正的权力 不是安排某一个人 或者是他讲一通话 或者是下面的人把它说成为一个习大大 而是他能不能打破江泽民和胡锦涛 所经历的权力秩序 那么习近平在之前他已经有所暗示 或者说是明示 就是所谓的政治局的 或者是领导单位 纲位上的能上能下 所谓能上能下 就是把你江泽民和胡锦涛所安排的人拉下去 所谓能上就是把我的人给上上去 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那么中央军委这个班子 本来这个大裁军 就不是习近平所谓 举动提出来的一个军事变革 而是拖了几十年的 应该早进了裁军的这么一个行动 中国的解放军的整个的指挥体系 不像几个文革团的军事专家 什么楼园 什么什么什么 整天在电视台里面 胡说八道的这几个军家 所讲的那么强大 中国的军队简直是不堪一击的一个积极腐败 积极无能 而且装备很罗号的一个体系 那么通过这一次政治的变革 那么它要进行军委上的一种人事调整 会不会反映在武政前辉 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即使是不能反映出来 在未来几个月或者是几年之内 整个正阳军委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至少把他所认识的熟悉的他这党的同伙 或者说来自于东南系的南京军区 尤其是三十一席的军 跟他见过面的 很多军家他倒没见过面 见过面的这些将领 或者是打过招呼的这些将领 在接江湖的是湖景工作期间 把他提发到这个中央军委 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政治局那是个更加艰难的一个活 更加艰难的活 那么武政前辉能不能录取某一些线索出来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富度不会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 但是肯定会有所作为 这是习近平的基本的路数 我们看出来是应该是这样的 我看到有香港的媒体报道说 现在的中央军委成员是十人 这次有可能扩展到十五人 以便为十九大最后定下中央军委的组成 来先安插一些人员再进去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报道 这是因为他没办法拉 完成进行根本性的军事的变革 因为现在的范长龙 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 现在的国防部长长万钱 现在的总参谋长杭峰辉 这几个主要的军事的将领 都是葛伯雄和徐泽浩时候安排下来的 甚至他们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还有更多更多的将领 基本上是葛伯雄和徐泽浩的人 所以他要把这些方法全部拉掉 他感觉中国中的就没人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种情况之下 他只能采取这么一种方式 就是稀释 什么叫稀释呢 就是说把领导机关磕大 把这个班子磕大 人数比较原来是五个 我现在变成七个 原来是七个 我变成五个 人数一多 我就掺刷子进去了 实际上你表面上 冠长龙 你还是正江中央委常务副主席 但实际上我加了几个人以后 你的权力就被分解掉了 他通过这样一种稀释的方式 来稀释原来的 隔膊刑和徐泽浩的人 这是他的一个追凝 一个传述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他要真的把这篇前部拉掉 那就拉也完了 你必要整政治部主任张扬 对不对 这个总参谋长唐峰飞 正江中央委常务副主席 这个范长龙 还有国防部长 这个常范前 这几个人都要在未来紧急 之内拉下来的 但是一下子把他前部拉下来 不行 所以他擦刷子的方式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好 下面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 打来的电话 然后继续请我们的嘉宾 回答问题 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您好 你好 大家好 我看呢 这个习大帝政治体制改革难 难在呢 所有的官员上任都未经选举 都是提拔或买的官职 都未公开自己的财产 包括习大帝自己 蒋经国呢 是蒋介石的儿子 哥巴乔普叶利钦是苏共的党魁 习大帝不下狠手 不解除党禁报禁 习大帝不会有实权 也不会有好下场 好 谢谢山东孔先生 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 参加我们的讨论 张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中国的这个军队的组织形势 是党领导军队 这也就是知道 军队从那个毛泽东去世以后 到现在 到邓有平以后 他在弱化军队 因为什么 在毛泽东和邓有平时代 常委里边有军人 现在已经常委里边没有军人了 政治局委员可能还有 是吧 就是说党领导一切 是吧 而且呢 现在废除了终身制 用自然淘汰方法 由于年龄啊 是吧 那原因呢 五年十年 自然自然淘汰方法 我想中国的军队 刚才那个何平先生说 中国军队什么不堪一期 我总觉得有点过分 谁说中国军队总没打过仗 但也进行演习 武器也比较先进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我想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 中国军队还是 从武器数量 到人力这方面 我认为还不是那么 那么取作 或是我认为有点过分吧 好 谢谢河北张先生 张先生实际上提出来两个问题 一个是军人 在中国高层政治当中 所发挥的作用 一会儿我想请张立凡先生 来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是中国军队的现状到底如何 再请何平先生 简短地回答一下 首先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 如何看待中国高层将领 在目前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当中 所发挥的作用 从毛时代开始一直是压抑军方 防止他们这个权力做大 当然这个到紧急时刻就不得不利用军方 才有这个利用林彪来搞掉刘少奇 所以我以前讲过就是军方只是在某一时刻 某一关键的历史时刻 由于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力量不够的时候 就会借用这个军队的力量来指挥一下党 但是指挥完了就还得让他们回原位 这个是基本上作为中共的一个传统 它一直保持下来 那么当然这一次可能大家一直在猜想 就是说会怎么样 尤其是关于台军关于军队改革 有各种各样的方案都在网上流传 但是到底清洗军队 我觉得毕竟还是一个有一定风险的事情 特别是涉及到军队内部的利益 那很多人的军衔军职都是花钱买来的 他的血本还没回来 他还没有赚钱 你就让他这个走人 他会不会出各种的幺蛾子来跟你作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 就是军队内部可能对改革的阻力比较大 还有就是对军内 这个比如说这次中央军委的这个人选 现在有各种的猜测 比如说这个刘元会不会进军委啊 等等等等这种事情啊 其实呢这个你我们也看得出来 就是刘元进军委有非常大的阻力 这个从张牧生就是这个被称为他的这个主要幕僚的这个张牧生先生啊 他最近的一个讲话就谈到这点 一个呢他撇清他自己的言论跟刘元 他说我的言论我的观点跟刘元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有人想阻止刘元往上走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点题 因为我此前我们就一直知道啊 军队内的这些个航武出身的 或者草根出身的这些将领 他们对于这个太子党的这个这个红二代们的这个将领 他们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 所以特别是当这个像郭伯雄这个 徐德厚他们这个搞了很多腐败 然后被这个刘元 就一下子把盖子掀了以后 那么其实刘元在军内得罪了一大片的人 那么当然我们且不说啊 这个刘元本身怎么样 但是呢军内一直有这样的传言 就是有三个姓刘的不能再不能进军委 一个是刘元一个是刘亚州 一个是刘晓星 这三位都是太子党 那么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个说法 我们听到的说法 但是呢也反映了军内的一种情绪 那么究竟这个也就要看啊 就是说习先生他的能量 他的这个权力到底有多大 他能不能把他想要安排的人 他认为可用的人安排到位 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真的不好说 所以这一次这个五中全会 是对他的权力大小的一个检测 只有在会后我们才能多少看明白 是怎么回事 好的 和平先生刚才河北的张先生不同意 你对中国军队现在特别是战斗力现状的评估 你怎么回应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 所以我没办法去评估 他到底打得怎么样 我们只能看到最近几十年以前 打过的仗 那中越之战打得一塌糊涂 中印之战打得乱七八糟 也是不吃所有人 不知道再打一个什么仗 还有什么珍珠宝 珍宝之战 还有这个韩战 那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以来 打的仗没有一个仗 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 而且是打得很漂亮的一个仗 要么就是牺牲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人 人数 牺牲了很多的这个将士 要么就是莫名其妙 中印之战莫名其妙 要么就打得一塌糊涂 你一个比他更平勤 更落后的一个越南的军队都不能打 当时候我跑到这个中越边境 跑了一段时间了解了 在军队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了解了这个军队的这个情况 那比外面想象的 比外面报道的要恐惧很多 中国的军队的战斗力之差 那么现在经过几十年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解放军 建立了一个就是军装很像 美式军装的这么一个部队 这一看见了好像这个徽章很多 这个像蒋章很多 这个军前是又是这个少将 又是中将又是这个上将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 提发这些职位上的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这个装备 中国的装备好像这个月宾是出行了一些装备 我们经常也看到西方一些媒体报道 说中国装备性的进展得很快 但是这些装备全部都没有经过实战 都不知道它到底可用可不用 因为中国是一个造假成锋的这么一个国家 你根本不知道具体它的装备怎么样 OK 即算是这些装备有一定的先进性 要形成一个具有现在投射能力的 现在运作能力的 现在战斗能力的 它不是一两个精装武器 一个正合性的武器 就可以证明你的战斗力非常强 不错 你是有海武器 有很大的组合能力 但是你的常规的这种海军 空军 陆军 从你的活程的演习来看 你就是非常落后的 所谓活程演习就是空军告诉海军 说我演习完了你可以继续演习 对吧 它没有一个真正最有实战的 交叉的 现在意义上的这个军事的行为 那么不要像你要讲整天 这个几个军人文官团的 我说他们是文官团嘛 就是那个叫什么刘复明 那是什么东西 几个所谓的少将 所谓的这个电视台没讲话的 以尊人命目出现的 他们即使是文官团团 另一个钓鱼台 他们还要几个老百姓上去 跟日本人去争备一下 被日本随便就赶走了 对吧 很荒妙嘛 一个南海喊了那么多天 等到美国说 我们要保证这个自由航道的运行 美国说我随时可以执行这个任务 那么就范长朗怎么说的 那么即算是中国的国头遭到武力的威胁 我们也不是武力威胁 就感觉说你们赶紧过来嘛 我们根本就不会跟你这个代抗 所以这些人呢 不了解中国真正的这个实力 在整个的这个亚洲 中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打一场什么战争 你现在打什么打呀 有人说比甲午战争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现在如果在南海真正解放点 打一场战斗挖杯 甲午战争还要悲惨 首先这个不要说它的战斗力 就是军事装备 你就整现在的敌人看 那都是你的敌人了 对不对 原来是你的敌人 这个这个菲律宾是你的敌人 日本是你的敌人 美国是你的敌人 昨天还加了一个这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说你们在南海建这个岛 完全是这个自己制造麻烦 自己这个制造恐慌 那亚洲没有几个国家站在一起 你甲午战争的时候还是一个日本 你现在片里都是敌人 你知道吧 这个这个越南和菲律宾连忙 菲律宾和美国连忙了 美国和日本连忙了 你怎么打呀 对不对 你怎么打 你打打试试看 原来我还认为你应该查详走火一下 至少显示出来 这个720那个海岛女人兵 还记得吗 就是又拿了几个渔船 就撞了一下 这个越南军队好像我们显示了 这个中国的军队力量 你现在连这个影迹都没有 这个胆量都没有 中国的军队像范城龙这样 在军队泡了几十年 他知道中国这个后面是不能打仗的 不信 你试一试 好的 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山东的张先生 你好 山东张先生 请讲 好 董事长你好 嘉宾你好 就是十八大之后 就是我就是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最担心的就是台湾问题 就是总统进行已经表明 就是台湾的国民党 昨天已经欢住了 是吧 就是说 这个民 总统进行表明 就是这个民进党的 这个蔡英文 就是非常得台湾 就是同胞的 就是这个民心 所以就是说 蔡英文又刚刚访问了日美 就是是不是给日本 就是与日美签计了什么米约 是我非常担心 就是说2016年 会不会成为海峡两岸呢 就是军队相对抗 就是你像以美国为首了 你像北约 你像还有就是那个日本 你像那个印度 还有还有澳大利亚 这些加拿大这些国家 会不会参与进来 会不会就是爆发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想 好 谢谢山东的张先生 张立凡先生 请您来回答一下 这次五中全会 有没有可能讨论台湾问题 另外一个 我们往前看一下 如果明年台湾总统选举 民进党重新执政 那么中共它的对策会怎样 现在当然我觉得 中共可能对台政策相当纠结 因为这个国民党 现在是江河日下 那么当然这一次的换柱 这个能不能够 这个重新整合蓝营 这个要看实际上是国民党 能不能重新跟这个 宋楚瑜携手的问题 如果这一步都做不到 我觉得可能国民党 大概是这个大失已去 至少这一届 他们没什么希望 此后这个国民党 还能不能维持 还是就此这个衰败下去 也很难说 所以这次来看 如果说民进党这个执政 那么可能大陆就不得不 面对一个这个 有分离倾向的 这么一个这个政权 但是我认为实际上民进党 也是一些机会主义者 所以他们不大会冒 就是这个大陆这个武力犯牌 这个这样严重的后果 他们可能不敢冒这个风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不同不独 这个可能是一个 这个仍然是一个基调 只不过就是民进党 它为了区别于国民党 它会强调台湾的一些个 比较它作为台湾岛的 比较个性化的一些东西而已 但是我觉得公开的 就是在下一届政府 搞台湾独立 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谢谢 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讨论 当前中国的经济的议题 那么何平先生 但是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黄其帆其人 因为最近美国的 彭博通讯社有一个报道 黄其帆有可能 在中国的经济班子当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可能是主管股市 有可能是主管其他方面 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背景 非常的复杂 特别是过去每次 这个薄熙来露面的时候 在人大露面的时候 他总是坐在薄熙来的旁边 因为他是重庆的市长 让人不解的是 这一次习近平访问美国 黄其帆也是随行的 重要官员之一 你怎么看待 有关黄其帆前途的这个报道 黄其帆现在是一个人们人物 因为他在故事上 故事上有很多的见解 尤其是打造这个 沉浸所谓的精英城市的时候 给人这个印象很深刻 那么媒体在这个中国政治人物的安排 往往是通过表面上的现象 来捕捉这个他的可能性 那么我个人感觉到 我没有特别的兴趣 但是我个人感觉到黄其帆 未来在中国的经济决策中间 有某种顾问性的角色是可能的 参与某种顾问性的角色 但是由于他年龄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由于他的这个政治背景的问题 他要真正能够提拔到一个 有实权地位上的一个可能性 是比较偏低的 我不认为他在民意上 会掌握真正实际的 比较高的地位 只有可能在某种经济决策的时候 扮演顾问性的角色 的可能性比较偏大 真正中英不太可能 好的 关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讨论 就进行到这里 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 梁家河是否造成运动的新篇章 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 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 大家好 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义 您想更了解美国吗 时事大谈将人机器内 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有问必答 对于美国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 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 询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 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 然后把视频上传到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我要上VOA栏目 您还可以使用 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 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时事大谈节目当中 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有问必答 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时事大谈 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小村庄梁家河 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当年插队落户青年的地方 在那里习近平住窑洞 睡土炕 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洞 度过了他的青年时光 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共 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迈进官场 上个星期中国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正式批准拍摄 45集电视剧梁家河 在线青年习近平的奋斗和理想 而投资拍摄的陕西梁家河 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也希望通过这部电视剧 来打造梁家河品牌 涉足影视文学 农妇特产 宾馆餐饮 酒夜香烟等行业 让梁家河品牌走出山西 走向全国 那么梁家河是中国造神运动的 新篇章还是商业操作的旧伎俩 今年的知情生活 对习近平的思想和人生道路 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梁家河果真是中国梦 生起的地方吗 是大家台邀请专家来进行探讨 参加讨论的嘉宾 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通过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 以及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也通过skype 从北京 对不起 张先生通过电话 从北京参加讨论 欢迎两位 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 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 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首先请问在纽约的何平先生 我们知道习近平15岁 就到陕西的梁家河 来插队落户 那么他在接受 中国官媒采访的时候说 他15岁下乡的时候 非常的沮丧 前途认为前途渺茫 但是7年以后呢 我们看到他已经进入了 中共的官场 成为了大队的 党支部的总书记 后来更进一步 迈入了职场的更高层 可以说梁家河是 习近平官图这个官场的起点 你怎么看待梁家河对这段经历 对他今后从政思想道路的影响 我相信这个梁家河的这个生活经历 对习近平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的这个程度 确实是这个应该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比如说他当初是从一个北京城里面 然后一个高干的家庭 然后到这么一个地方 到一个这么贫贫 这么落后的一个地方 对这个农村的这个应该有深刻的这个体会 对他人生有很多的这个体验 我这个都完全不怀疑 我能够理解他这种情感 但是把它上升成一个中国陌生起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中国走向一个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地方 我看不出来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如果是他通过这个地方看到了农民的贫困 我们看到了早一段时间习近平说 在几年之内要解决农村的这个贫困问题 要提出了一个目标几年之内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很直接的影响 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如果说在梁家河里面看到中国政治未来的前景 不是通过一个政治民主化的方式来解决它 而是通过这么一种造假的 夸张的 讲假话的 打击别人的一种方式来成为党的这个领导人 这么一种精神的过程 变成他的人生经验 变成了一种中国梦 那就很可怕 很可怕 那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农村的基层干部的行程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吹牛拍马 就是造假 就是这个欺负这个农民 贫困的农民在当上这个书记 在当上这个领导 农村的干部基本上是通过这么一条道路走上来的 一个农村的一个知情 到农村的一个知情 是通过什么手段重新重返城市 我们都知道的 有很多的故城是真是不堪回首 但是很多的族家 或者是很多下过乡村的一些知识分子 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时间的流失以后 他们慢慢把一种苦难的故事 一种乌醋的故事 一种悲伤的故事 把它变成浪漫起来 所谓水色浪漫 什么什么浪漫青春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这是很可怕的 没有从里面得到更盛开的人性的反省 没有从这里看到一个中国俗影 这个社会俗影里面是存在的根本的问题 是政治不能民主化 是对人性的一种不尊重 对人格的不能尊重 一种文化的落后 一种等等等等 造成的这么一种很悲惨的 就是不堪回首的故事 那么现在今天 不会因为中国的经济 有一些好转 农村的根本身的政治面貌 产生了根本改变 没有 并没有改变 那么在这个时候 排一个所谓的重返梁家湖 只不过不是什么造成运动 今天习近平也造成不了 只是一个中国政治方唐志的 一个又一个表现而已 习近平上台以后 那么各个势力各等人马 都是想尽一切办法 去排习近平马屁 也不知道怎么拍 也不知道怎么拍 所以你这个拍这个梁家伙 这等于又是一个非常 很笨的 一个很笨拙的一个 排马屁的形式 结果一定是搞成一个闹剧 一定是搞成一个 方向的一个结果 一定是不好看的一个地势剧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 第一个 利益这个东西 老得民意 得到习近平的支持 然后排习近平马屁 广电总局是不是当一个中心 不护不掌啊 或者是这个 或者保住到了乌扫帽啊 然后就讨好习近平 然后更重要的呢 对于梁家伙地方来讲 利益这个名利 来捞一点钱 就是这么一套 然后在后面是搞得很恶心 将习近平去吃一个包子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嘛 很正常的一种 很温馨的一种行为 对不对 但是搞到后面 现在把习近平叫做 这个包子 一个外号 变了一个嘲笑 变了一个嘲论 就是因为你整个的 这种东西 它笨拙了 太笨拙了 你拍一个梁家伙 你怎么能拍啊 对不对 因为你的主席是要拍习近平的马屁 你怎么能拍好嘛 对不对 一定比当年的周立波的 这个三乡巨变 还要 还要封面 还要不好看 还要会被人嘲笑 张立凡先生 你怎么看这个电视剧的拍摄 是地方官员的刘西拍马 还是造神运动的一部分 还是一个商业炒作 就像不久前成立的庆丰管理学院 和包子研究院一样 首先我觉得啊 就是这个梁家伙这个品牌 我也查了一下 它这个公司啊 这公司好像是做白酒的 就使我想起这个习主席 刚刚上台这个的时候啊 贵州热炒一种酒 叫喜酒 就是因为是这个 跟他的姓氏相同 然后呢 正好这个好像 当时的这个提倡廉政 就反对喝酒 所以呢 这个喜酒好像也没有 因此占到什么便宜 这次呢 其实也没什么新意 无非就是通过这么 这么一部电视剧 然后呢 因为我看到它这个报道 它是陕西这个梁家河 和他们推出的白酒品牌 这个什么梁家河白酒 然后什么成立公司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也是这个路数 就是他们出了一笔钱 来这个来这个迎合 或者是阿谀奉迎 来排马屁 这种马屁呢 就是其实不久前 我们看啊 也有山东吧 有一间媒体 还提出什么习近平思想 然后这个省的 还有一个党报吧 还有什么给 给彭妈妈祝寿 玩这一类的 就是这种非常肉麻的 个人崇拜 都在开始搞 那么这些东西呢 历来在官场上来讲 这就庸俗之风啊 这个阿谀奉迎之风啊 这个历来是有传统的 他们呢 也没什么创新 无非就是再重复 以往的这种做法 而已 当然呢 可能从官场和商场来讲 也是各取所需 那么这个商场呢 想借这个梁家河的品牌 赢得更多的利润 就是说实在的 就是搭习总的便车吧 然后呢 他们发达财 官场呢 可能就是借这个呢 因为现在习主席 对这个文艺 不是有很多的批评吗 他们呢 现在就是高唱主旋律 高唱赞歌 然后来保自己的乌纱帽 稳固自己的地位 我估计 也就是这个路数 所以这个 再说中国梦 这个问题啊 其实到底是 梁家河跟中国梦 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可能中国梦的雏形 原来是一个文青梦 就文艺青年梦 为什么呢 这个从我们那个时候 插队的经历来看 有很多这个 在这个个人经历受挫的情况下 很多人发愤要写小说 要搞文艺 要宣泄 要这个 要有一种 想要通过文艺 来这个 实现他们的这种 社会平等观 他可能也接触到很多的 民生上的问题 也感觉到这个社会 有很多不平的事 他们也不平则明 想要说说话 所以实际上 我觉得 习先生可能早年 从他这个 平常引用 这些个什么 古人的诗句 毛主席的诗句 然后还有各种的 文艺作品的这个书名 作家名 我觉得 他很可能 在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 这个文青梦 因为我们也注意到 他曾经和 这个一个地方上的 一个小作家 叫贾大山 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 以他这个贾大山去世以后 习主席还写了文章来悼念他 所以我觉得 可能就是说 让这个穷人摆脱贫困 可能是一开始 是一种 一个文艺青年的一种 美好 对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 这个美好的憧憬 后来这个发展到今天 可能就是 这个中国梦的这个雏形 可能是这么来的 好 所以这套东西呢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 谢谢 好 接下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 打来的电话 迎下到高先生 高先生 您好 您好 老师好 我认为的确是 对于商家来说 是有炒作的成分 官员呢 也有阿谀奋承的那个习惯 本来嘛 那个官员 捕捉手掌意图 那是一种传统 手掌意图又不是风 不是营 不是米 你有什么好捕捉的呢 是吧 另外啊 我还是 为什么一直是支持习近平主席呢 倒不是说因为一百多年前 我是他老 我们家是也是陕西人 倒不是因为是老乡的缘故 而是我还是相信 个人对历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想呢 习主席他来自于农村 他就应该与 应该体会基层老百姓的这个疾苦 体会名声疾苦 就像柳树一样 条条不忘根本 现在他现在是 有这个枪杆子 有笔杆子 还有这个刀把子 所以说 恳请习主席 多为人民做好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宁夏高先生 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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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吧 上台以后吧 他把反腐败 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来实施的 这个就好比邓小平 想当年这个改革开放一样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 就是按照和平先生的观点呢 中国军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那么美国就应该把这个习近平当做第二个萨达姆 第二个卡扎费来处理吗 美国有这个胆量吗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河北李先生 先请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下李先生刚才提出的问题 他是什么 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我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认为中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 美国为什么不把中国当做第二个萨达姆侯赛因来打击 是他期望着这个美军像这个当年打萨达姆侯赛因样的去打击习近平 还是他认为美国也没有这个胆量去打习近平 我不知道他的逻辑关系在什么地方 好吧 那么我下面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 我也是谈回到文艺这个话题 一年前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了一个文艺座谈会 时隔一年中国官媒报道了习近平在那次座谈会上讲话的全文 其中用了一部分的篇幅来抨击当前中国文艺界的各种弊端 你怎么看待中国官媒在一年之后重新发表 不是重新发表 首次发表习近平讲话全文这件事情 有各种的猜想 有的说是为了习主席在五宗全会上 这个权力更加扩权来做预热 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 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习主席对文艺状况的尖锐的批评 提出了八个重大的问题 八种这个仇恶的现象 那么可能呢这个让意识形态或者文艺的这个主管 感到很不自在 但我觉得好像 如果习主席先生真的要想发表他的这个讲话 他完全可以做到 用不着 不会因为说某位政治局的或者常委的主管的阻挠就发表不了 我觉得到不了这个程度 就他要想发表 他想在什么时候发表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习主席他自己的一个选择 但是呢这个中间就是说 在此时此刻发表 我想一定有他就是 可能他不仅要做这个党的领导人 他也要做这个党的意识形态的 这个这个这方面的理论的一个缔造者 一个这个 他要奠定自己在这个执政理论上的地位 或者文艺理论上的地位 所以呢他不愿意让人觉得呢 他在这方面能力比别人差 所以我们看这篇讲话 其实你看他 我统计了一下 他 其实他指出的问题 也都是对的 就是他指出的这八种现象 确实是存在的 但是呢他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法 就好像是 这个 医生给病人看病 他可能能够通过号外指出这个病人有什么病 但是他开出的方子 其实还是老方子 要靠党的领导 这个呢可能是一个很传统的思路 另外呢有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他 他列举了很多的这个外国著名的作家 思想家 艺术家 外国的列了 我统计了一下 有81位 就是有名字的 有81位 然后列了中国的 有37位 然后呢提到了外国的13部作品 两个艺术体系 10种这个文艺门类 提到中国呢是15种作品 23条 也用了23条语录 也谈了7种文艺门类 他就可能要 这个我们一看这习主席真是博学呀 这个就是文艺到来这个几乎无所不包 那么这个这个 当然这个他也是要表明 自己在这方面是 不是外行 他是内行 所以呢他 他可以领导文艺 那这点上呢 当然也有一些个 也有一些个 就是说还没看明白的地方 就如果习主席真的 把这些 这个著名的 这些西方的思想家 文学家 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都看过 读过 都吃透了 那么习主席 可能他不会是一个反西方的人 但是呢 习主席上台以来 他的政策来看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是和西方的这种意识形态 西方的这个主流文明 是处在一个相对对抗的地方 当然他也强调了爱国主义 强调了 他也讲了中国的传统思想 他也特别强调了爱国主义 和党的领导 这两点 所以从这两点来看呢 可能 现在就有点搞不明白 如果他真的读了这些人文主义的 这么富有人文精神的这些作品 并且接受了这些给营养的话 这些营养的话 他可能的思想状态 跟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 就显得有比较大的反差 所以在这点上 我就没想明白 也可 我觉得我们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 但是我觉得就是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 这个方子有问题 现在就文艺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把这个 就靠党的领导 是不是就能繁荣文艺 这个从毛泽东 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来看 就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起了相反的作用 好的 张先生 让我们再看这些伟大的作品 也没有一个作品是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的 谢谢 好的 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 不过今后可以探讨一下 那么习近平接受西方这些人文作品 是否对他的世界观 对他的思想有任何影响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就经到这里 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 宣布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 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你又可以对接应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探讨的话题有两个 一个就是习近平 他高调讨论参与全球治理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另外就是一个 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请大家在北京时间 晚上8点到10点 参加VOA卫视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